而乡民代表陈金河也提出了疫情发生之后 企业减薪或裁员造成乡民无法就业 中央所推出的安心就业 目前乡公所是否已经有妥善的安排 副主席周青南则指出 丰山村就有图书馆空间管理问题 要求乡公所可以详细了解目前的实用状况 陈金河代表国安心安心就业计划 是因为因应疫情对国内就业市场造成的冲击 由政府提供部分薪资差额补贴 给减班休息的老公 降低薪资减损 对老公升级的冲击 协助稳定就业 因为这次新冠状况会的疫情 我们政府也很关心我们百姓 因为我得到的信息是说 政府有用的安心就业 那目前我们收乡公所的安心级别的 名额是多少呢 副主席周青南则提出 丰山社区旧图书馆空间 应该是在去年12月25号合约到期之后 就能够提供给当地社区发展协会来使用 让社区老人有关怀占使用的空间 租用我们丰山社区图书馆也是就原有的社区村办公寿 那后来不管啊那个都过去的 我想现况就是它还在使用 而且是听说是无租金的 我不晓得公所是用哪一个 因为这个有关民政客客长也调职了啦 所以我不知道问谁 那是因为公众上 可能是因为民理社区发展协会 他有承受一个像教育部还是什么 上级当中去申请一个计划 那个计划是要促导他的当地的 好像是血统还是我们老人家留的计划 那当初他的签订合约 因为我们要看合约书了 才会假准 那他是以辅导 所以我们当初在跟他订定合约的时候 是让他无偿使用 但是所有的水电 还有维修费用是必须有三个人来去做 去信任养 最后在各代表所提出的议题当中 主席郑美香也才是在25号的下乡考察行程当中 将特别安排以上几点提案的考察行程 方便代表们深入了解 记者林杰说风香采访报道